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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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住星星的位置 太阳的时间时刻地点 有一个学问 叫做天体测量学 对 他是做这个的 实际上那个才是天文学的根 我的专业相对 就是跟多数的天文学家不太一样 而且我知道 咱们这个朱馆长 他也是天上一颗星 是 对吧 他的那个课题组 反正观测那个组 观测过2700 还是2800多颗小行星 小行星 当前其实邓理大 我们一个子了 说他观测了一个什么彗星 然后就以他的名字 叫朱巴拉姆彗星 对 是吧 为什么没叫朱理财彗星呢 这是97年的事 我正好那天晚上我值班 我那会经常在山上待着 就是在星龙 然后呢 就是发现的时候 我们当时没看出来 它是彗星 我们以为它是个小行星 就按小行星抱上去了 因为它反正是 新发现的一个移动天体 是看到它闪烁 还是有意见的 看到它相对于恒星背景 在走 在动 不同的时间拍三张以后 你看它在恒星背景上 因为所有天上的恒星 因为我们的望远镜是跟踪的 所以天上的恒星 其实它都相对位置没有变化 但是你会发现 其中有的在它上面会动 动以后我们就知道 这是一个近地天体 应该是照太阳运动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当时以为是小行星抱了 但是小行星抱上去以后呢 就是后来 因为是加拿大的 有一个兄弟 那哥们就一看我们已经 他知道我们发现了 好几颗还不是一颗 他就拿他的一个更大 口径更大的望远镜 去做后继观测 结果他一看呢 发现这个东西其实不是一个 对 它有点像棉花团似的 就不是一个亮点 所以他觉得是恒星 然后他再告诉小行星 小行星又找了欧洲 找了几个人去做证认 最后发现它真的是颗恒星 结果到第二年的 就是98年的年初的时候 直接就公布了一个 直接出了一个特别长的一个公告 就说这个恒星的命名 从现在开始要改规矩了 如果发现者没看出来是恒星 同时呢 他的轨道本身又不是特别特殊的话 那么再被别人看到的话 那这个恒星的命名呢 就是由发现者和最早看出来 他是恒星的那个人一起来 就这巴勒姆是后来看出来的 对对对 他是看出来的 他叫David巴勒 David巴勒 猪是先发现的 对 我们等于是发现 但是实际上不能说我发现 其实还是等于我们组发现的 我们说是世界上第一个 就是由发现者和看出来 最早看出来他是惠星特征的那个人 共同命名的一个 这也算载入实测 这也好玩就是 所以那个电视剧里那个真的假的 有的说给他儿子买一颗星星 用他的名字来 这是真的假的 买星星呢肯定都是瞎说的 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但是呢 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因为小行星 就是小行星呢 他是由发现者没名 就是惠星是以发现者没名 谁发现的 以谁的名字 如果是小行星呢 就是谁发现的 他可以给他起名字 像我们以前 我们这个组在前面台的时候 当时发现了 就是我们有命名权的 大概是在1400个左右 那这1400左右 其实就是说 有我们发现组 就可以给他起名字 包括比如我们那会儿 起金庸 还起了一些其他的名字 然后我自己 小行星命名 他其实是反映发现者意志的 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命名 比如特别有名的人 是他自己愿意命什么名 就是你还有机会 变成一颗小行星的名字 比如要命名你们二位 那肯定可以 就是说这个完全可以 就是由或者我们的爱好者 我觉得正说的 一般我们俩也意志一下 对吧 但因为不是我发现的 斗州 斗州行星 他一般就认为一个 对对对 这个小行星 它是反映发现者意志 然后它有一些规矩 比如说 就是政治家军事实家 必须死活100年 你不能再 那还算了 算了 我也不是政治家军事家 所以你们俩命名肯定没问题 就只要有人发现 他愿意拿你们俩命名 原则上 因为我们有一个就是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有一个小天体提名委员会 现在叫小天体提名工作组 我自己一直是在工作组里的 就我们现在是11个人投票 就是你只要大家 谁提的全世界爱好者 发现的小行星 他一投票 然后我们这帮人就开始 所以增加咱们命名概率 有个什么方法 就是要呼吁 我们观众粉丝里头 爱关心的人越多 对对对 这个机会就越高 对吧 所以就是你铁杆的粉丝 其实这个是非常可能的 你这个一下让我就认识到 有这么一个群体啊 多少人仰望星空啊 也不要说现在不爱仰望星空 实际很多 对吧 因为我很好奇 就是你想啊 这个哈勃望远镜 看到多深的深空 要这望远镜 如果一下子又先进了 一个世代的话 哎呀 当然我们很好奇 就是你原来看到的 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对吧 这个您可以给我们讲讲 你看这个就是这个 哎 邓博士拿来的 叫做JWST 后面叫做尾部 这个发生上去了 然后这个给让我们看到了什么 现在这样的就是 这个跨越是超乎我们想象的 哈勃空间网 已经虽然成果封硕 硕过累累了 可以叫做 开创了这个天文学 从九十年代开始吧 完全是一个星纪元 但是这个上去以后 就非常令人吃惊啊 吃惊的是什么 因为它口径大了 口径大了以后 分辨率很高 这是其中的一个 另外一个原因 它是在红外波段 在红外波段的原因是 因为你看遥远的宇宙 都有一个 我们叫宇宙学红移嘛 对 就是所有的东西 就是早期的 还有一些比较有横行形成环境 里头有尘埃啊 心机介质啊 它会吸收 所以你的光学可能看不见 这个呢 实际上这几幅图都是红外的 这个是VICE 它口径是一个小口径的一个外形 口径多少我记不清楚了 这Speaker大概是在一米左右 看的是同样一片地方 同样 完全一样的 完全一样的 你看这个DWST 出现一个细节 这个细节是我们 真的想都想不到 比如说在 在Speaker那个时候 跟哈勃是同时代的 中间这幅图 看到的 右边这幅图 你看这个细节 所以这里头实际上 如果是 你要来比较这两个图的话 我觉得简直是 就完全是跨越了一个时代 对你来说 改变了什么 你以前 对于这一片星空的什么认识 比如说 很简单 你比如说 你看这个 比如说这几个亮点 我认为是恒星 对吧 但是背景上 我以为是星际介质 但是你 到了高分辨去看的时候 实际上里头有很多 很多的星点 里头 当然这些点 有些是星系 就这些以前 我们完全不了解 因为看不到嘛 你不能分辨它 所以这个 一个是分辨率 就是因为口径大了 另外一个呢 它是在红外波段工作 比如说我们很多现象 比如说跟 气外行星 上面存在的一些 就是市区环境的信号 或者是有 智慧人生命活动的 这些信号 是只能从 这样的设备上面 才能发现 有人活动的信号 不是 就像比如说 前段时间有一个 有一个叫做 金星的一个探测 俄罗斯的一个东西 它就是在 金星大气里头发现了 就是零 零的一种信号 我们知道 这个大气里头的零 零是一种 参与生命活动的一种东西 你和蛋零甲的那个 蛋零甲那个零 零那个元素 零化氢 零化氢 零化氢这种东西呢 它会是一种生命活动 留下来的痕迹 所以当时就很多人怀疑 说是金星上面 虽然没有办法生存生命 但是它大气里头 所以说大气的变化 它有一个温区嘛 所以这里头有可能 有某种生命 哪怕是简单的 因为零化氢嘛 我知道那个鬼火 它就有零 就是它 就我看见了 说的就是它 说的就是它 所以它在那个里头 看到这个鬼火了 那就肯定是 那就以前 是不是就应该有生命了 所以这个就引起了 就是唠了一个乌龙 最后那个结果呢 经过大家认真发现 发现是对信号的解读 就过分解读了 您说这个 这我还有问题了 这个咱们是在新闻上看到的 就咱们那个fast 就那个天眼 天眼 反正是发过那个新闻 就说收到了那个射电报 你们知道吗 快速射电报 快速射电报 不是不是 那个新闻 关于快速射电报 是它的一个科学现象的 它是跟这个 我们刚才聊的话题相关的 是那个叫做 叫做载带射电信号 对对对 反正不管它是什么 我看的新闻就是说 也不排除是那个智慧 远方的智慧生命 给我们发的那个 无线电信号 对我稍微解释一下 就是任何自然现象 就是无论是fast能看到的 长波射电信号 还是我们的这个红外 刚才说的红外望远镜 看到的那个 就是比光学波段更长的 那个波段的电池信号 还有我们的光学信号 紫外信号 X射线信号 都叫做电池信号 都是电池信号 如果自然界里头 因为某种自然现象 产生任何电池辐射的话 它一般是宽带的 就它有一定的带宽 然后人类的通信 用的什么信号呢 用的是一个 就是有一定频率范围的 这样一种信号 这种窄的信号 比如说像我们的手机通讯 是我们知道数字编码的 在以前还有模拟信号 它都是 就是它的平带很短 很窄 如果你收到 用fast收到这种信号的话 就有点像 就是我们无法想象 这是来自自然界 所以大家就怀疑这件事情 就类似于手机信号的 这个窄的频段 不光是手机信号 很多人造 现象产生的电磁信号 都是载波段的这种特性的 所以它就把这个推论就用到这个上头了 但是这个逻辑上有点不够严密 为什么不够严密呢 因为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自然界的所有的物理现象 我们只是了解我们了解的东西 还有很多东西我们不了解 你怎么知道某种自然界的信号 不会产生这个东西了 所以你不能排除 对于你们科学家来说 哪天得观测到什么信号 你们就可以认定这是外星智慧生命发的信号 它得具备什么特征 射电其实相对会更容易 就是未来我相信我们最后能找到 如果是外星人 咱们说的是高等智慧生命 不是地外生命这种 不是喜剧 如果是外星人这种的话 其实很容易 你只要收到一个 就是不是随机的 这个无线电信号 其实基本上就很可能 就很可能跟外星人有关了 什么叫不是随机 就是有规律的 对对对对 有一定规律的 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 因为实际上就是CT 其实就是专门搜寻地外文明的这个射电 用射电拨端搜寻地外文明 已经有大概五六十年了 这已经过去五六十年里面 其实天文学家一直在 来自宇宙各个所有方向的 可能无线电信号 一直在做 做这些处理 最早发现有规律的 其实后来是发现是毫秒卖冲星 就是FARC现在要做的 最开始还以为是 以为是外星人的信号 后来发现不是 是卖冲星 但是除了卖冲星信号以外 基本上就是到目前为止 接收到了 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无线电的这种信号 全部都是完全随机的 就是像造声一样起伏的 但是可能有个别的 但是就也没有重复性 就那么一下 比如说想了一下 然后也不知道是啥了 但是如果 比如说像我们地球人这样 现在我们发射的这些 像我们的电台 电视台这样的信号 假如说发射出去以后 如果被另外一个星球上的 就是有我们现在这种能力的 这个色点网络接收的话 其实一下就能看出来 就主要 这样的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信息传播 如果用电磁波作为载体的话 它就是 我们现在基本上是两种 一种叫调频 对 调频网播 它就是通过改变频率 来把信号加载在上头 对 还有一种叫做调幅 对 就是它信号 一会儿大一会儿小 但是它频率是一样的 但是只是它的强度 相当于是 它的幅度 所以这叫调幅 两种模式 这种像这样的信号 在我们看来都是高度有序的 就是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人造的 就是说是有信息在里面的 对对对 就是很容易看出来 你比如说 做我们比如我们常用的复列变换 你看它非常非常有规律 自然现象呢 它是一个宽带信号 就是各个频率上 没有什么特征 但是这么说 连规律也是属于 人类认知范围以内的 你何以知道 人家的没规律 是人家的规律 只是你发现不了 人家的规律 这太对了 这就是从我这个角度 就是我看见 当初我看见这个FAST 公布这条消息的时候 那个其实可能也是 媒体的误读 实际上不是真正的FAST 是那个FAST的那个 叫做地域外生命 智慧生命搜寻小组的 一个负责人 他发布这么一条 对对 我记得是个科学家 那还是应该是 媒体的误读 按我知道的 我听到的应该是 媒体的误读 其实不是 就是人家本意 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那这是什么意思 他没有说 他其实没这个意思 不不不 我希望他有点意思 有点暗示 而且暗示还比较强 他就说这种宽大的信号 可能不是我们知道的自然现象 他只这么说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 那就是非自然现象了 那不能这样倒退吧 我们了解的非自然现象 对吗 我们还不了解 你刚才说那个太对了 就是我们所谓的规律 也是我们迄今为止 发现掌握的规律 对不对 对啊 还有些规律 你可能还没掌握 对 人外星人没点 人跟你节奏不一样 人就啪 你怎么 我作为一个很外行的人的感受 就是我看有一些天文上的突破进展 基本上就是天文望远镜的突破进展 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天文学的进展 或者说 我有一种可能不是很恰当的比喻 我感觉怎么天文学有点 有时候我感觉有点怎么像考古呢 就是说你 就是理论物理学家 你在那算 你爱因斯坦也好 那个狄拉克也好 你算 然后你在家里就能 就你能算出很多东西来 应该是那个样子 然后你必须 那就像这个考古的说 我觉得史书上 可能应该有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那个 做天文望远镜的 就是真的要去摇 就要去现场 它要挖出来 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 我要证明 接收到这个信号它才是 然后这是两个分支 在朝同一个方向努力 只有当他们的发现合上了 我理论也觉得是这样 然后我那儿也看见了 证明了 这个东西才是 觉得是比较确定的一步 跟考古有点像的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其实都是很到以前的事 对天文来讲 其实随时随地 它老会发现一些 大家以前 谁都没见过的东西 然后你想都没想到东西 有人真的关心 小行星撞地球的事吗 这个当然还是有的 小行星撞地球 有这个危险吗 有这个危险 实际上就是 最简单的 其实你去看月亮就知道了 月亮百万七十米 全都是坑 对啊 那么这些坑 绝大部分都是被砸出来的 就是月亮表面的这些坑 有一小部分 有很少不到10% 大概是跟以前的火山有关系的 现在好像已经能够认定 这证实就是说 墨西哥那边 叫什么 尤卡尔坦岛 尤卡尔坦岛 那个坑 说就是6500万年前 就导致 就很有可能是导致恐龙灭绝的 那个 那得多大的一个 那个是一个 大概16公里大小的 一个小行星 一个 而且是一个大概金属 因为 因为当时之所以 发现这个事 其实当时就是因为 在对应百恶纪的那一层土 比较发红 当时是一个美国的物理学家 去以大利玩的时候 其实是看到这个现象 然后回去问他 然后大法跟他说 你去测 测完以后就发现 在这层土里 之所以它发红 是因为它有一种 一 就金属一 一字旁 一负的一 一个金字旁 金属一的含量特别高 后来发现 这个现象不光是在 意大利这个地儿有 其实在 全球好多地方都有 那结论是什么 结论就是说 地球 整个地球对应 百恶纪那一层土 其实都是发红的 整个这一圈 算出来以后 应该是一个 大概16公里 左右的一个金属 含金属一的一个 小天体 撞击造成的 整个它会变尘埃以后 把地球 罩住几年 就像何冬天 道理是一样的 其实它文章发表 过了几年之后 就是有人在 墨西哥湾附近 尤卡塔半岛 就是地质考察的时候 就发现一个 环形的结构 这坑的大部分 已经是在海里了 但是还有一部分 在岸边 就是这坑直径 180公里 就基本上和原来 人家这个预测的 大小是一样的 测出太年代 就是6480万年前 那我们今天的 这一代文明 这个系统的文明 有没有可能 遭受什么 天外的小行星撞击 导致灭绝的可能呢 这件事是 理论上这件事 是一定会发生的 就是如果你不管它的话 大家不要一听 小行星撞击 就小行星撞击 就觉得我们就 其实没事 就是它跟大小有关系 就是说 对吧 它越大 肯定是危害越严重 但是呢 它发生的概率就越低 它越不容易发生 你像恐龙面诀的这个 大概平均一亿年发生一次 就是这是我们知道的 你能算 因为我们现在根据 这大小分布 包括你去数 越南上的陨石坑 都能数出来 就是说 基本上这个是知道的 然后比如一公里大小的 那可能大概是 在一百万年左右 发生一次 因为我们现在 观察能力比较强了 就如果有十几公里大的 就我们肯定会提前 怎么也提前个几十年发现的 但是小个的 其实是很多的 就是我们现在发现的 第一个被发现 要撞地球的小行星 就是叫2008TC3 就是2008年10月份发现的 那个发现完了以后 大概二十几个小时 就砸地球了 砸了吗 砸了 真砸了 我们现在天管 还有一块陨石 你可以去看 它是一个大概四米 四米大的 就是基本上 就这么大个的一个 所以它掉下来以后 其实它会有一个碎裂 碎裂以后 其实变成了好多陨石 落到地面上 所以当时 它到达地面 像因为地球 有一个稠密的大气 其实地球有自己的保护 天然保护的 比如刚才说的 这种四米大的东西 到地面 如果到地面 还有四米 那就非常危险了 它在空中就炸了 因为它跟大气 发生摩擦 然后就碎裂了 我看是NASA 还是英国 哪个太空计划 他们已经在 实验 故意地去把两个小行星 质量比较小的 就看我们能不能 把它们给爆开 就是说 我们把它们给推开 已经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了 我当时看到这个新闻 我的感受就是 谁让你去干这事了 万一掉在我们这儿 怎么办 其实从1997年开始 就是天文学家 开始发现 壮地球概率 不是零的小行星了 外国拍了一电影 叫不准抬头 好多人聊这个电影 当年我们俩 就是坐这个 枪枪行天下 到这个哪儿啊 到希腊 到希腊 在他们一个博物馆里 他们的一个雕塑 今天人看起来 就像抽天雕塑 就像抽象雕塑一样 然后那个导游就说 这叫仰望星空 就是他那个人 就是这样 全是这样的 全是这样的 后来我就记得 他在说 他说我们今天 都是低头看手机 那天我看见一个 一个古代的 一个算折人吧 他就讲 他就说这个宇宙 为什么我们感到 非常好奇啊 他就说 太大了 不成比例的大 他说简直就是 我的感觉就是 把我们吞没了 就是我们 当我们知道 宇宙那么大的尺度的时候 你觉得你自己 像个原子 这都说大了吧 地球也 就是 原子都不成 对 对啊 就是我还记得 有一次我看 那个杨振宁 一个短视频 他们就问 就说你相信 有没有造物主 他说那个 我不相信 有这个人为的 就是说一个 人格化的 这么一个神 他说但是呢 确实感到很惊讶的 就是说这么大的能量 这么大的这个能量 这么大的距离 他有什么必要 不是 有什么必要 是我说的 他就是 一方面神秘的是 按说呀 你完全不能了解他 可是呢 对对对 物理学家又告诉你 就是说他神奇的地方在于 我们在很大程度上 他按照我们的规律 算法 运转 是吧 也就一百光年 百亿光年之外的 他不违反广义相对论 你说那你这么一个 连原子都算不上的 这么一个渺小的 这么一个生灵 你能推断出 他就比如说 当时说最早 这个天文观测 说西方的天文观测 他们最早的一个惊讶 就是说 原来我们看到的宇宙 都是相同的物质组成的 这个能这么说吗 能啊 就是最早的电子 大爆炸宇宙学特别特别简单 出来的物质 氢之类的 最早 最早出来的就是 比如说 大爆炸出来的时候 一直到恒星形成之前 很简单 有氢 就是 氢不就是质子吗 对 原子的核 只有一个 一个质子 一个质子 然后有个电子 这个叫氢 然后有氦 氦呢 当然有氦3 有氦4 大部分是氦4 然后还有 非常非常少的力 就这么多东西 然后其他东西 都要经过恒星演化以后 才有的 所以宇宙里头 最早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几个东西 对啊 它那么大 但是实际上 就是由基本上 一样的物质组成的 这对我来说 就对天文学家 就是 现在我们天体物理 掌握的知识来说 这个相对来说 还更 比如说 我的疑问是 我们人 对吧 就是这么几些东西 碳啊 氧啊 就水嘛 就这种东西嘛 那个DNA 它就靠这种 很少的几种元素 把它弄得这么复杂 比如说 为什么我跟朱棋 长得不一样 对吧 甚至 甚至还有 生物多样性 这是很难的 生物多样性 这个 这个实际上 就是理解起来更不难 人肯定比宇宙要复杂的多 你刚才那个问题 从天文学角度来说 宇宙比人要容易的多 它非常简单 这几个物理规律 直接就什么都算 我跟你说 这邓宝是说的太好了 这邓宝是说的 就是我看到的那本 这个论著啊 它的下半句话 他说一方面呢 你要仰观宇宙之大呀 你就觉得你没有存在感了 就是小的像个原子 可是另一方面呢 你也包括一个宇宙 因为咱们就不说别的 就是这个大脑的 这个神经元 这里面的这个 神经元之间的联系复杂 就是这个大脑 现在这个仅根据科学发现的 神经元之间 甚至组成神经元 更小的是基本粒子的层面上看 它比宇宙的复杂 一点都不差 那么也就是说 你自己 你内在的多的多 你都觉得 就人体内在的 比宇宙还复杂 比如太阳 地球让太阳转 你知道它是怎么转的 你永远都 我一下子能算上 几百年以后 能算上几千年以后 但人其实不行 你比如过五分钟以后 咱们每个人想什么事 你自己都不知道 任何人都不知道 这个是因为我们 对这个东西的认知 可能还不够 但我觉得 但是天文不是也很奇妙吗 就是你们其实不断地 在刷新自己的这个知识 然后通过望远镜的 这种这个发展 不断地把你之前 那一代人认识的东西 可能彻底推翻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大爆炸起源之前 我们整个宇宙 是一个非常小的 电子质子还是什么 我们一般不用这个 起源之前 因为这个时间 对就没办法说 它是个时间的起点 对 起点 不是起意 就是开始的那个点 再往前是没 就是仅仅只有数学意义上的 对 这个定义 实际上呢 因为它既然是起点 因为时间它不会往回数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对 那作为天文学家 你不关心数学之外的存在吗 应该是说 必须关心 实际上我是这样的 我个人的这个成长经历 虽然我最早是做偏理论的一部分的 玄学研究的 不是 那倒不是 开玩笑 开玩笑 我但是学理论物理 对 然后 上研究生的时候 是做偏理论的恒星物理 然后在国外上博士的时候 学的是纯粹的 就是 计算机上面的 起研究恒星的 叫恒星演化理论 理论 那回到这儿 我们一起就开始做观测了 实际上观测 就是 真是特别好 就天文观测是 你知道我们现在所谓的位置 有两种嘛 一种是位置的位置 就是你 刚才说的 你可能是 你没有预料到的 还有种叫已知的位置 我知道原来的东西 但是我们从来没看到过 所以这是我们天文学家 比较确定的一个努力方向 我们同时还在找那种 我们 没有预见到的这种位置 所以这个 比如说像石域天体物理 为什么现在这么 这么 新奇 就是以前了 我们不管是望远镜 小也好 大也好 我们都是 拍一张照片 再拍一张照片 对 然后去研究了个照片里的东西 或者是光谱 或者是照片 都是一个时间点 但现在我们是 比如说我盯着那个地方看 我持续一段时间 就是我们说的 时间窗口 因为随着时间的变化 它里头会产生一些现象 所以天文现在就是 一个是看见新的东西 还有一个就是 发现新的原理 所以天文观测 实际上最美妙的东西就是 是发现位置的位置 而不是已知的位置 当然也很好 对 乙军你刚才是想问什么 没有 就是他们有一种说法 比如说我们诞生于一个真空 然后产生了电子反电子 然后这电子反电子在一起 就会就没了 但是可能很多很多在一起 之后会有会有当中的一个 会留下来 就形成了我们最早的一些 就是这个物质 那么这个理论实际上 就我们从后来 我们所看到的一些 哲学意义上话说 这个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幅提这些 其实跟它有一种对照 不是也很奇怪吗 就真正的地上的万物 包括我们人体 所有这些 跟天上的这些东西 它真的是有对照 所以你看 我们文科省觉得 你那个我们都瞧不上 我们要一研究 研究根本的 根本的大的问题 这能有所比吗 还是一种 我觉得不可比 因为我这个 作为一个自然科学家 我就是坚决反对 这种东西 因为这个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件事情 科学的来说的话 我们要做科学 明天要讲证据 逻辑要对 要有理论去支撑它 然后能够产生预言 就是科学 就是能够被证伪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 最重要的东西 你还能够预言 你比如像 你拿那种什么 你刚才说的这个 一花一世界 一杀一片 对 像这种就是没边的 它可以 不不 这种思辨 它是可以 没有东西去支撑的 完全自由想象 但是科学不能这样 对吧 对 你刚才说 举那个例子 你不能拿来 支撑这个理论 为什么 你说一个正电子 一个负电子 你碰在一起就没了 不会的 它一定有别的 对 因为这里头 我们现在知道的 肯定是有 就是淹灭以后 对 就正负的东西 淹灭以后 它是有个能量 对 对吧 有伽玛光子出来 伽玛光子本身 它也可以 蜕变成一个 正负电子队 或者是正负 什么别的粒子队 产生这个 产生这种 互相转换 我们有物理学 比如说 最基础的 就是几个守恨定律 所以这些东西 不是说 什么东西 可以无中生有 或者从有变 完全变得没有 对 它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这个凡人的好奇 这个好奇 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我觉得 太多的 咱们不是专业科学家的人 他喜欢这么解读 但是我知道 就是说 文学性的语言 和一个实证的 一个科学 比如说同样是 无中生有 不能因为几千年以前 有一个圣人 说了一句 无中生有 那么我们就说 他早就发现了 对吧 宇宙诞生的秘密 巧合 他等于只有大胆 假设没有小心求证 但是就说 我们 这我又觉得 这是我们啊 对宇宙感兴趣的原因 还是应该抬头看 你老不抬头看吧 实际这辈子活得 有点吃亏 就当然 我也不相信 到死以前 我们能了解 宇宙的秘密 但是我觉得 能多知道一点 就没亏啊 生命就是几十年啊 就是你比如说 他因为他关系到一些 可能你这个实际观测的科学家 是不是不关心这些问题 我非常关心这些问题 因为我觉得这些问题 跟我该怎样度过 人生都有关系 比方说 我也关心 对 你关心吗 所以我又给你探讨 我觉得这里面太多问题 比如说 说那个引力波 那个LIGO 就探测到了 十几亿光年外吧 两个黑洞 引起的这个引力波 你知道他探测的这个精度啊 都到了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空间 咱们就说水波 我们能理解 扔块石头 哗 这个水波波过来了 但是他说引力波 他们这么打比方 说这么这么过来了 怎么样能测到 有这个引力波呢 就说他那个 那个空间的那个形变 说是 比一个原子核的 是不是一千分之一 我记不清了 这是一个很小的量 比一个原子核的 多少分之一 那么小的一点这个变化 太光树 它那有两个B 两个B呢 他就测量空间 朝着这个方向的变化 和朝着那个方向 这是引力波 它的性质 你必须要两个垂直的方向 去探测它 对 这个B呢 大概几公里的量级 但是他现在几公里的量级 以前是失败的 就LIGO在升级之前了 他是做不到的 对 因为那个太小了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具体多少 因为我不干这个 但是我知道这个 大致的原理 他就最后是 非常聪明的人 他设计了一套装置 让这个光 在里头来回的反射 反射多少次以后 相当于把这个B 延长了很多很多 对 相当于比如说 对于三公里的 变化的范围 你完全不可 不可测量 太小太小了 实在是 但是你如果延长 几十倍以后 它那个 这个东西也放大了 好多倍 所以测量就容易多了 所以最后 它的成功是 靠这个东西造成的 但以后我们还有别的 别的手段 比如说对不同的天体的 并和 并和事件 就是所谓引力波 是怎么 什么东西产生的 就是引力场发生变化 对 但是这个我就说 引起我们的 这个思考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你说水波 那它是水的 逐机推动 那电磁波 那它是电场磁场的 它是有物质 灾体的 对吧 这个引力波 就是空间里 空间的 对 那么它是 时空 对 它是 那就有直接关系 那空间是什么呢 你对这个不感谢 空是什么 什么是空间呢 这是什么在波动呢 这个像我们这个外行就不理解 说引力波 相当于是 相当于这屋子它在动 所以实际上 或者是那尺子在动 所以它一动了以后 所有东西在动 就是等比例的动 相当于 就等于那个波 经过我们身体的时候 实际上 对对对 你也不易察觉了 形变了一下 对啊 不光是这样形变 它是整个空间 就像坐标系在那动 对对对 你比如说等比例的 你比如说你变一厘米 对吧 这个房子变一厘米 然后你比这个房子小十倍 你就变一毫米 它就整个框架在那变 那这个框架是什么呢 你们想过空间是什么吗 这个就需要 空间是什么呢 问题是 它里边有什么 你那引力波的介质是什么呢 光子呢 它可以粒子 它可以在没有 没有东西的地方传播呀 对吧 所以这个是后面 引力波是什么的波动 你能解释吗 就是时空嘛 就是从它道理上说 是时空的波动 在同一个瞬间的时候 在这个方向 比如在这个方向压缩 在另外一个方向会伸长 然后这件事 是以非常高的频率在变的 那这样的话呢 它去测这个两个方向以后 我真的把这个变化给它测出来了 但这个测出来 其实就是因为空间变了以后 实际上它 比如这个屋子现在 我拿这个屋子当尺子 来量我们现在每个人之间的距离 但是这个尺子变了以后 我们每个人之间距离都相应的变了 都同时的变了 按比例的变了 所以它实际上测的是一个 相当于这个空间的波动 在这不断的在这 这种波动传过来以后 然后造成了我们的 所有的距离的变化 你说神不神 就也许我们天天 我们这个房子它有变化 但是我们感觉不到 太微小了 就可能比如他过来这波纹 你的脑袋花就扁了一下 就过去了 是吧 他跟测量有关 就是他包括对长度的定义 包括对怎么定义 所以我需要拿光速去测 拿光速去测 而且您刚才讲这个黑洞 还有一个科技新闻 就是上次您在冷湖 跟我们讲的 拍到了第一张黑洞的照片 第二张也来了 很快第二张也出来了 还是同一组团队是吧 对 拍到了银河系中心的这个黑洞 实际上拍这件事情 是主要是洗照片 耽误时间 你讲的特实在 它是这样的 这个望远镜叫做世界望远镜 这个是一个跟传统望远镜 它是由传统望远镜组成的 但是它跟传统望远镜 是不同的概念 我先说一下 为什么需要这个东西 黑洞它的几何尺寸非常小 然后我们比如说 像第一个M87里头的黑洞 那个几十亿倍太阳质量 就是比几十亿颗太阳 还重的那种黑洞 但是它距离远 所以它张角特别特别小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 口径特别大的一个望远镜 这个望远镜我们是造不出来的 那造不出来怎么办呢 我们有个技术叫中和孔径 我这儿摆个望远镜 这儿一个摆个望远镜 我把这两个信号 我们有个叫相干 相干合并的方法 就是说你不能把这个信号 跟这个信号直接加起来 那是不行的 所以这个技术非常非常复杂 所以我们相当于就利用了一个 工作在同一波段的一个网络 有很多望远镜 比如说像阿玛 就是主力就是阿玛 就是在治理北部的 但是说个就是这种技术呢 实际上在 我们中国还没有一个这样的望远镜 一号米波望远镜 但是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人才 我跟你说 透露个秘密呗 阿玛那个望远镜的核心组件 是我们中国人完成的 这么牛啊 对 这个人现在在紫金山天风台 一个很出色的一个 新年科技家比我第两辈吧 三文雷 有很多中国人参与 但是没有中国的设备参与 原因是因为 这个设备确实我们 自己要建造它 可能还要 我们正在正在做 顺便说一声 也是在冷湖 我们发现了一个 一个亚号米波的台子 现在国家决定投资 造一个15米的 这个如果造好了 就可以加入到这个里头 而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补充 我上次在冷湖跟你讲过 就在整个国际上的这个望远镜布局的格局 这个 一个是欧美发达国家 还有台子资源的情况看 所有的好的望远镜设备都在东半球 然后在澳大利亚呢 有一个镜子 所以稍微补充一点 而在我们 我们国家幅延辽阔嘛 对不对 我们国家如果这儿不摆一个望远镜 这个望远镜 网络就不是很完整 所以我们这个进去以后 会对这个网络产生非常非常大的贡献 比如说下一次拍一个照片 可能更清晰 可能就是我们的贡献 所以在这个上面 就是我们还有点路要走 对 所以它靠这个技术 能够 它主要是 主要是它那个 张角 对我们的张角太小太小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望远镜 用各个望远镜加起来 但是这个洗照片的过程 就是怎么样子 把这些信号结合起来 花了多少年了 花了好多年 第一张是七年八年之类的 对 七八年 可能这个世界望远镜 我这个 这些不是我的研究领域 但是我大概了解一个 大致的一个情况 就这个拍很简单 你花一点 它拍的图也不少 但是总共就花 比如说几个好的观测页 把它全做了 就完了 但处理这个数据 动用了很多超级计算机 很多很多 就是特别聪明的人 去写程序 然后很强的计算机算机算 然后花了这么多年 就出来那个 一个像甜甜圈 大家看起来 这么模模糊糊的 其实这个已经是我们人类 在探索宇宙里头 是最漂亮的工作了 因为它还不是光学望远镜 就是这个东西 要好比拨 对 它相当于是设定望远镜 所以它接收到的 其实不是像我们拍照片那样 直接拍的照片 其实它接收到的 都是随着时间变化的 一个信号强度的变化 所以它还是要用 比如复列变化什么的 就是还得要反过去 我们普通大众就认为 是我眼睛能看得见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可见光 可见光波长在多少呢 在大概500纳米 为中心的这样一个 很小的一个范围 然后我们还有 然后我们还有X光 就是我们照片的那个东西 那叫X光 那个波长更短 然后Fuzz的那个光呢 就是长的十几米 几米到厘米的量级 是它的极限了 然后这个中间呢 还有一段叫毫米波 然后比毫米波更短的 叫压毫米波 叠加这个信号 是不是拿照片来 一个一个叠起来 最后我们看见什么了呢 就看见它长这样 然后呢 它光所谓光 我们看见的光是翻译过的 当然它看见那个辐射 当然是做了可视化 是黑洞周围的 世界再往外的 其实是那个吸机盘里的东西 发出来的射电辐射 它有光线 因为它特别小 所以我们需要特别高的 我们叫空间分辨率 就我需要拍的特别特别细节 清楚 所以要高度空间分辨率 一般它对应的是 望远镜的口径要大 所以它最后 它相当于 你可以这么讲 就相当于我拿整个地球 这么大的口径的 一个射电望远镜 我先造成这么一个来 然后比如我把中间 全都给砸了 就留那一块 这一块 你只要留的这块 它的基线长度 能达到地球的半径 你的分辨率 还能到这个分辨率 所以它最后要靠 就是相隔很远的 就是这个 特别长的基线 的不同的射电望远镜 然后通过中间 肯定的类似办法 同时处理这个信号 做相关 这样的话 才能模拟出来一个 相当于 整个地球那么大的 一个望远镜的 空间分辨率 就才能拍到那么细 就是说你分辨率 是靠口径 我刚才说的 就是那个网络 就是欧洲 北美 南美 澳大利亚 就相当于地球这么大 但是呢 你中间都是空的 然后还有一个 叫灵敏度 你这个如果填的越多 你收到的信号就越多 所以加起来就越强 所以以后比如说 我们做的 渗长基线这种方法 所以渗长基线 就两个望远镜 为了追求分辨本 你放得很开 然后呢 以后可能放到 空间轨道上去 或者放得更远 就是月球轨道 或者往火星轨道 人家想象 把月球上面铺满 比如说您做这个 恒星的研究啊 有什么让你觉得 非常奇异的地方 应该说这么说 从嘎利利时代 就嘎利利不是最早 拿到望远镜 看见那四颗 嘎利利卫星嘛 木星的 后面就是肉眼看到的 能够分辨的东西 都是恒星 所以你可以想象 那个观测资料 最为丰富 所以这个学科也特别成熟 比较 换句话说比较闷 可是现在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超新爆发 嗯 对 我们知道恒星演化到 到最后 质量像太阳这样的 就变成一个白矮星 所以白矮星 就是温度特别高 矮就是小的意思嘛 对 对吧 白矮星就变得多小呢 就是变得跟地球差不多 太阳变得跟地球差不多 太阳很重很重 对吧 变成地球这么大的话 咬一勺就是一座山这么重 但是质量再大一点呢 它就会产生超新爆发 也可以产生黑洞 所以大自然的恒星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 我们亲眼目睹在我们附近 这个东西很厉害 可能会摧毁周围很多东西 就希望就是 特别希望在有时候 这些人看见 在附近看见一个超新爆发 因为超新爆发 我们现在知道的东西 很少很少 甚至它怎么爆的 我们都不知道 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 为此你不怕危机我们地球 特别希望在附近看到一个 这个是自然界的事情 我说的附近就是 在银河系里头就行 你们附近在银河系 我不是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地球 甚至太阳系全部加在一起 扔在银河系里头 连一个沙子都不如 哎呀 就是这个 就特别特别渺小 据说这个天上的星星 其实比地上 沙滩上 所有的沙子加起来还多 差不多 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量级差不多 给一个量级 就是给你一个概念 就是 我说银河系里头 大概2000亿 2000亿 可恒星 如果每一个恒星 都带一个地球 就是2000亿个地球 每一个恒星带一个太阳系 就是2000亿个太阳系 就这种概念 然后整个可见的宇宙 宇宙 宇宙我们叫做 可观测宇宙 对 宇宙这个概念 我们只能从 科学的角度 或者说 从已经掌握的知识角度 我们能去描述的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光能够跑到的地方 在宇宙的寿命里头 光能够跑到的地方 叫可观测宇宙 里头多少星星呢 大概也是若干千亿个 你说这个光 那我们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 在宇宙中 只允许光速最快 规定 是吧 谁规定的 好问题 谁规定的 为什么规定的 就是现态物理学算出来的 稍微严格一点 叫做信息传播的速度 物理学它有几个基本的相互作用 我们现在知道的 如果还有别的 超广速 完全就是要颠覆现在所有理论 我先从相互作用说 电磁相互作用 就是电场和磁场 对吧 然后它传播出来的信号 叫电磁信号 就是我们现在看见光 这些都是电磁信号 对 电磁是两种相互作用 然后还有一个强相互作用 还有一个弱相互作用 这两个呢 都是在原子核内部 它的距离非常非常小 就超过了那个距离 它就没有不起作用了 对 还有一个引力相互作用 所以电磁 我们把它归为一类的话 那就是四种相互作用 强作用 弱作用 弱作用 电磁相互作用 和引力相互作用 就没有别的 我们没有发现别的 别的任何东西 然后光速为什么是最大的 因为这个里头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按照 比如电磁信号 它传播的时候就是光速嘛 它就光嘛 光就是电磁信 我就没有发现 别的东西能够 有这样的基本相互作用 所以光速就是代表了 这个最快的 理论上应该这么来说 来解释 但是光速为什么 光速为什么是这个东西 是这个速度 比如说三十万公里 每秒 为什么是这个 为什么 就测出来的 对啊 原则上可能应该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去解释 这个事情的 就它是不是天然的基本物理参数 这些都是属于特别大脑子的基本问题 解决这些问题的话 都是对科学的一个要不是颠覆 要不是进步 对啊 那你比如 这个问题我就很难用通常的语言去描述了 比如说那你现在说的 你们相信平行宇宙吗 至少是从表面上看 平行宇宙 因为它是一个数学上的一个解 就跟我随便写公式一样 你可以写一个公式 那你可以有 反正你现在也没有矛盾 说它一定不对 但是呢 它也没有任何能观测的东西 因为你提出一个理论来 其实最好是你能有观测来检验它 比如我对不对 我能有观测 平行宇宙的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说 你理论上就没有 理论上就没有办法能检验它 对不对 就像我随便说一句话一样 这句话说完就完了 就说我说这句话 我理论上就不存在 有办法能验证我这句话 这个有点哲学意味了 所以就是它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其实这件事情呢 跟刚才你说的那个是有关系的 你刚才不是问我 宇宙大爆炸之前吗 对 就是说数学上你完全可以去做 就时间有一个复仇 这样的话 就是数学上没有毛病 你可以去做 所以现在比如说像平行宇宙的概念 平行宇宙的概念跟什么都相关呢 跟可观测宇宙相关 就是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宇宙之外的宇宙 对 宇宙既然有个边界 我总天然的很自然的一个问题 就是边界之外是什么 对啊 这是我从童年就有的问题 对啊 我也是 你现在这个问题有解答了吗 实际上没有 就是这个理论上你可以去做 从数学上可以去做 你比如说像平行宇宙 虫洞这些概念都是现在特别 一个是大众特别感兴趣 对吧 想问的一些问题 然后数学家也是可以做的 但是对天文学 我现在画个边界 天文学就是我们能够 真的能够看到的 能够测到的 能够用物理规律去理解它的这个学科 叫做天文学 你如果把平行宇宙搁进来 把虫洞搁进来 我都认为这个不叫天文学 但它也不可能是一种科学 首先它是一种数学 但是很多先在数学上算出来的 后来在观测当中 确实被证实了 首先是这样 就是假如说我们说 我们宇宙之外有一个宇宙 这个宇宙有可能跟我们 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我们可以通过方式灵 那其实我 因为宇宙是我们定义什么叫宇宙 所有的时间空间我叫宇宙 对不对 那既然它跟我们有关系 其实你就把那个宇宙 定义到我 这个宇宙里不就完了吗 就没有了 但是呢 就是说如果 如果真的存在高维的空间的话 就是如果我们还是 这可能不那么科学了 咱们就说着玩 就是说 我们用最通俗的那个想 就是如果真的有高维空间的话 那其实呢 这件事 因为 因为我们现在是在三维空间里面 还有一维时间 我们叫四维的时空 假如说真的有一个四维的空间 就跟那个星际穿越里面想的 假如说有四维时间 那在四维时间里面 有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三维空间 这些三维空间里面 其实它们是有可能碰在一起的 为什么 就是说 我们一般想的时候 都会去想这个 比如说 在一个球面上 我们去想二维空间里面的东西 我们三维空间 反正 比如球面上 有不同的球 每一个球是一个二维的空间 那在我们这屋子里 比如有好多气球 那每一个气球 独立的气球 实际上就是一个独立的宇宙 是一个二维的宇宙 泡泡宇宙 对 但是这些宇宙 其实气球跟气球 它是有可能搭上的 对吧 这两个气球 如果真搭上 那你真在这个气球上的人 就能跑到那个气球上去 这不就是 现在有一个电影 叫《顺息全宇宙》 就在讲 你在不同的平行宇宙 然后跳 大家都是 所以就说 因为凡人特别希望 这种可能性存在 那我就可以跳脱此生 我可以不断地在其他地方 获得更好的事情 如果你要去假设存在 因为就是到底有没有思维空间 我们现在其实是不知道的 就是理论上 我们作为三分空间的人 理论上我们不可能知道 更高位是什么样 我们达斯也不可能知道 所以呢 当然其实这句话也不一定 如果真的有什么东西 类似引力波啊什么的 需要留心心了 如果真的 如果是科幻的话 假如说真的有某种东西 它能够突破这个空间的限制 就类似引力波这样的东西的话 其实我觉得那也不一定 但至少按照目前 我们的理解其实是不行的 那我们现在只能知道 我们这个气球上的东西 所以你知道这个理论物理学家呀 你讲这个理哈 确实无法证实 但你都没法博它 就是你本人说 我上次看一个叫隐藏的现实 也是一个物理学家 他们都有志于做科普工作 很多人都写书跟霍金似的 是吧 然后呢 他就提出了 有没有平行宇宙呢 因为他认为是 现在解决量子力学困境 他认为这个平行宇宙是有可能中选率最高的一个假说 当然他提出了N多个 我记得是9个还是10个平行宇宙 我唯一有印象的呢 就是我看这挺有意思 叫百纳贝宇宙 他说你要按这宇宙 那听起来 你知道吗 在无限远的地方 有一个跟我们一样的圆桌 就是我们四个 我们在重复 我们在发生完全一样的事情 当然也可能稍有差别 对吧 你喝了这个茶和你没喝这个茶 但是 你能想象在无限远的世界 所有的可能性 对 所有的可能性都变成一个 有一个跟我们这一模一样的 然后从中就来了 对吧 从中就来了 然后呢 我说这怎么可能呢 他这里边就讲了 比如说很多科学家 就是你相信不相信宇宙是无限的 那么如果你相信宇宙是无限的 他就说 比如说扑克牌 你就洗牌 只要给你无限的时间洗 是不是总有机 肯定会出现重复的 就是洗的这个牌的顺序 完全重复 就像他说这个女士 一个女士买了500个上衣 1000双鞋 给她1000年的时间搭 她是一定会出现重复的 那么然后呢 他又给出一个假设 我觉得这个假设 我也很怀疑 他给出一个假设 说我们现在总共能够知道 宇宙的基本粒子是十的 几十次还是几百次方 他说也就是说 宇宙的总粒子数是有限的 如果是他认为我们这个人 包括我们这个大脑活动 不管你怎么说 他总是这些基本粒子的排列组合 那么这些哪怕是再多的基本粒子 如果是有数的 那么给他们无限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 这里面有一个漏洞啊 我一会来说 他们这么无限排列下去的话 那么总是会出现重复的 也就是所以他就说 你要是假定宇宙是无限的 那么有限的这个粒子之间排列排列 总会出现在无限远的一个地方 他就要百纳贝宇宙就是一块一块的嘛 那你就可以想见 总会有一个跟我们这个宇宙完全一样 你来批驳一下 不是我不是想批驳 我说这里头稍微有个漏洞 有漏洞 就是这个粒子数不一定守恒 守恒的不是粒子数 是别的 应该能量守恒 因为很简单 我们刚才已经涉及到这个话题了 就基本粒子之间可以湮灭 湮灭以后它变成能量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比如黑洞 黑洞进去以后不再有什么基本粒子 它就是它只有质量 角动量和电荷 三根毛 对不对 就这个基本上是 就是说你进去一个太阳 最后是相对只进去了太阳带的质量 太阳带的角动量 太阳一般都是电中性的 所以带电荷的这可能性是比较少的 然后又没有磁场是偶及的 它又没有磁丹机子 所以它直接是三根毛 至少现在理论是这样 所以太阳里头带的 10的30分刻的这个侵害这些东西 identity 就是所谓的 所谓它的物质特性 全都丢失掉了 所以这个不会守恒的 所以这种东西不会出现 你刚才说这件事情 跟现在特别热门的一个 就是寻求理论解释的 叫量子纠缠 对 你要去解释量子纠缠 就是在很远的一个地方 就让这两个东西全同 就怎么能发生这种事情 对吧 你不在一个空间里头 当然如果是有一个 我们比如说真好 这个纯数学里头 告诉你的这个虫洞 应该把这个东西连接在一起 实际上你看起来空间 特别特别远的两个东西 如果通过虫洞 时空嘛 折叠在一起 高位空间 它在一起 它虽然就在你这个空间里头 看起来是两个地方 但是如果有这样的理论存在 如果在现实里头 如果发生的话 这两个东西应该是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它把这个事情 跟这个就是多位空间 或者虫洞 平行宇宙 平行宇宙联系在一起的 这个我不是专家 我就是从我这个角度 去解释这个事情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有道理吗 这个你要问我道理 我相信这个数学上 如果可以 可以没有毛病 在数学上 我刚才已经说过多少次了 就很多东西在数学上是允许的 但在物理里头是不允许的 而碰巧了就是我不信这个 我又是一个搞观察天文学的人 我就一定要看到 现代科学技术 才真的几十年 就是我定义这个现代科学技术 就是我们能走出地球 真正走到一个空间去 有望远镜到现在四百年吧 有望远镜才四百年 真正有 我们能够搞天体物理研究的望远镜 一百年 官长 你比如说你原来好多青少年都到天文馆 他们问你 问的最多的问题一般是什么 其实不管大人孩子 我觉得就公众 对跟天文相关的 或者来天文馆 问的最多的三个问题 其实一个是大爆炸 一个是黑洞 大爆炸 大爆炸 一个是大爆炸 就是宇宙的起源 黑洞 还要外星人 就没参加 从专业的角度 可能会觉得 就宇宙的起源 还有地球生命的起源 可能最重要 特别简单的一个东西 就是其中之一 就是星系的宇宙学红移 就是我们如果大尺度的 这种东西 我们能把望远镜 口径能看到最远的那些星系 它的速度测出来 我们发现所有星系 都在远离我们而去 都在逃 而且它 褪行的速度 跟我们之间 跟某一个特定的天体的 到我们的距离 是相关的 越远越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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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一个事实 告诉你什么 这个是在整体的膨胀 整体膨胀 这个事情 并不是我们处在世界中心 比如说把你放在 仙玉洲大星云里头 假设我们四个人 到仙玉洲大星云里头 去砍这个圆洲派 对 他看到的也是这样的 对 就任何一个星系的天文学家 都会发现别的星系 都在远离 我们现在也都在越来越远离 彼此都在远离 我们说是在宇宙学的框架上 就是有例外 就是有的星系 可能不满足这个规律 就是叫做例外 例外我们也去研究 这也是我们所谓的 已知的位置 我们也在研究它 就是局部的心流 心细流这样的东西 我们也研究 但是这个是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强的一个证据 很简单 你现在不是离我远吗 对 对 未来它离我更远 那好了 我往回退 退到明朝它在哪 退到秦朝在哪 退到人类 还是猴子的时候在哪 然后退到 五十一年以前它在哪 不就是一百一年 然后它就到一个点上去了 你退回来 这个很简单的 所以这个是 就是大霸道宇宙学的证据之一 还有一个叫大霸道和合成 就是我刚才说的 就宇宙里头 就是你刚才说的 就是人好像就有这么简单的几种东西组成 变得很复杂 实际上大霸道宇宙学可以告诉你 这些东西怎么来的 氢跟氦 为什么 而且跟我们后面的理论 能够非常非常好的验证 吻合得非常好 就叫大霸道和合成 原子和的合成 通过大霸道产生的原子和合成 就是相当于 还有一个叫做微波背景辐射 对 还有三个支柱嘛 就是这个微波背景辐射是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这个大爆炸 它产生 产生了以后 它一定有火球 温度很高 对 然后宇宙一膨胀嘛 它温度就要往下降 然后你去算 它膨胀到现在 146亿年 然后它的温度应该降到多少 我们看到了这个东西 叫做 叫做大爆炸 微波背景辐射 它正在微波 这个波段 然后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精确的吻合 就是按照这个大爆炸理论 计算出来的微波背景辐射的 这个一些数据 对 预言的 和现在观测到的 观测到的一样 对 非常准确的一致 我说的这些东西都是很 很 被证实了 就是被证实过的科学证据 拿个诺贝尔奖的 我刚才说的每一个都拿了 不止一次诺贝尔奖 所以这个就是现在这个大爆炸理论的 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支撑 就是我不能就是去明显 靠哪里去想 我都要 比如说你做科学 你都要有证据 所以我就有一个感觉 其实你看咱们讲这个科学 什么科普 好像总觉得我们要了解 大自然的这个奥妙 可是实际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人如何获得可确定的知识 说实在的 今天你比如说今天这个网络社会 我那天就跟他们说 我说中国太需要 也不光中国 全世界人民 你太需要科学精神了 什么网报啊 或者说是这些 这个这个忘文生意的这些东西 当然除了那些个揣着明白装糊涂 就有意犯坏的 那个是另一种情况 实际上很多时候就是说 你如何看到一个东西 你来判断它是不是可信的 或者说它能不能应用在你的认知当中 对吧 你比如说你看 我喜欢科学 就是因为我觉得科学实际上是最谦虚的 他从来没有跟你说 什么是绝对真理 他只是说 我根据我观察到的现象 提出一个解释 然后同样要通过证据 来证明我的这个假说 而且呢 直到证明了一百年 我也只是告诉你 到今天为止有效 对吧 我也随时 就科学家的精神 我随时准备被推翻 被推翻没有不高兴 被推翻 真理就又进一步 你看实际我现在想 平常我们在这个生活中 看手机看什么 对 像我刚才问你的很多问题 属于一个娱乐的范围 好玩的问题 但是如果我真是上升到 我要根据一个东西 我要批评谁 我要干嘛 我认为你一个科学的思维 首先就是如何认知此事为真 这是个很重要的 甚至包括我们法律上 为什么要无罪推定 我觉得这个都跟当科学精神的 这个几百年的发展 有关系 就是过去几百年以前 包括在西方 这个都是搞有罪推定啊 那个黑暗的那个中世纪 宗教裁判所 动不动把人烧死 你动不 我说你是女巫 你就是女巫 对吧 上帝说你是女巫 烧死你 对吧 你看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跟人类 对科学的这个精神 自然的认识 它其实遍及一切方面 就是认识因为有了科学 我们知道 不能仅凭怀疑 哪怕你觉得再有道理 你不能说 我的逻辑上分析 它肯定是罪犯 你就没有证据 就说它是罪犯 我觉得你说的这种不确定性 是科学精神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在一个世俗生活当中 人很多时候人 大众是需要确定性的 这就是为什么宗教裁判所 这些可以存在 他用权威来告诉你 这个东西是确定的 你就听我的好了 不是仅仅是一种权威 而是说你有时候人觉得 我很接受这个世界 是这样在运转的 你忽然告诉他 不是这样的 黑洞 全都推翻 人心会 对不对 他会 我明白你的什么意思了 我觉得你是对 但我是适数生活的 就是从自然科学来说 仅限定的自然科学来说的话 就传播给大众的这种知识 是需要比较 有比较坚实的基础 你说如果希望大众 形成一种 一种就是影响他人生的认知的话 你最好不要告诉他 是是非的东西 就是也不能告诉他 说是可能性的东西 可能性的东西 你还不说不告诉他 我说的比如说 我的意思是说 我说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这个 我特定指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像虫洞 像平行宇宙这样的概念 我们可以在理论上探讨 但是比如说 我刚才说的太阳 比如说有黑子活动 或者有很强的太阳风 对通讯的影响 对人类生活的影响 或者那年特别热 而尼诺 尼娜这样的现象 可能跟太阳活动有关 但是你不能 要让大众充分认识到 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对吧 所以大家这个认知 才能够有于 这个社会的一个稳定 或者是发展 你如果把这种东西 传播成一种 好像很有威胁的一个东西 这就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所以为什么说 科学家一定要把一些 确定的 可验证的 对 用那种很肯定的方式 传播给大众 而且现在就是我们国家 我觉得这个 我们天文学在中国的地位 也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中国的这个 中小学体系里头的 天文学确实是缺失的 缺失的非常不应该的这种 对吧 怎么说呢 就李才刚才说的 我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想法 是这样 我觉得科学 真正的科学精神是什么呢 其实可能比较本质的是 对这个 就是未知的这种好奇 是科学精神 但是呢 现在有不同的 你比如 现在如果你看媒体上说的 这些跟科学相关的东西 包括特别跟天文有关的 比如中文的跟天文有关 各种各样的这种所谓的知识 其实好多都是 都是错的 好多有可能被证据 甚至大多数都是错的 但是是这样 但是这件事本身呢 现在 但是现在还有一种 我觉得也有点问题 就是说 现在比如说 现在老有人喜欢辟谣 就是比如请科学家来辟谣 就是说你什么时候讲言 这个辟谣这件事呢 我觉得也很危险 就这些辟谣里面 有好多可能也不是那么那个 就我自己觉得呢 更重要的可能是要 去比如说我去宣传一种科学方法 或者科学思维 就告诉大家 就是这件事我应该怎么看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 比如科学家说的都是对的 或者是那说 其实特别对天文来讲 因为我们不断观测以后 天文其实培养的是那种 从根上就质疑的一种态度 包括教科书 包括专家什么的 那都是我们 这无所谓 比如我以前遇到这事 天文馆长来说 说这东西不是 就是你就会发现 天文馆长有的时候 他看着天文的东西 他其实不一定真知道 因为他是风筝 就是说你可能没放过风筝 你可能就这人 他没见过风筝 能发光 早期啊 十年前那风筝会发光 当时没人见过 UFO 人家问我 幸亏我知道 就幸亏我知道 我见过 我知道那是风筝 但是你就会发现 就是说 他老百姓 不管是公众还是媒体 他都会觉得就是 我找一个 比如我找一普通老百姓 说是风筝 没人信 他非得要找一个专家 然后你就会发现 专家经常会说错 你知道吗 专家会瞎说 因为我的专家 因为我自己专家 我是太阳系小天体 你会问小星星 这个撞不撞地球 这个我肯定是专家 我肯定可能比理财 可能会说的 但是你问我别的 其实我就是瞎说了 有可能 你问像刚才 你问宇宙学什么的 大爆炸 或者是问恒星 那我肯定不知道 那我说的就悬了 但是呢 他老觉得 我应该去 这种事 我遇到不明白的 或者我 我不是自己判断 我不是基于自己的观测 我的常识 我要非得要听专家说 但这种事呢 其实我觉得是特别危险的 你知道吗 其实你不应该这样 所以我是觉得呢 就是说 我们可能的话 还是要告诉大家 这些事其实是 你要自己判断 比如基于自己观测 同时好多问题 其实都是 仍然我们还可以讨论 可以交流的 这很多很多问题 其实不是定论 特别是新冒出来 这些东西 那比如说 这个权威说 这个你会发现 另外一个权威说 不是任章 那权威还在这吵架呢 这才是真正的 好玩的科学 对不对 其实我没有背景 其实我都能参与 他这种最前沿的讨论 有可能 我也可以发表我的观点 然后但是这个过程 其实才是 我觉得是真正的 而不能非得靠 比如一个大专家 大权威来 这个来辟谣来 或者是你找一方 这个辟谣 我觉得现在特别危险 但是天文还好一点 这个就关键还是在于 我如何能够知道 我不能知道什么 我如何能够知道 我能知道什么 就是说这里面实际上 确实有一些判别是非 和你的界限的方法 比如说知之为之之 不知为不知 有人的解释是说 我能知道的 我就知道了 还有一些 是我不能知道的 我也知道那个界限 所以就是在生活中 我们听到 你看你比如像您刚才讲的 一个就是民信权威嘛 就是自己不想弄明白 或者没有能力弄明白 那于是就是权威说的 权威辟谣了 那就权威说的是对 可是实际上 我觉得就是生活在这个 他们有人叫后真相时代 就是消息太多了 其实我后来想 什么叫负责任的报道 所谓是负责任的报道 就是有一种 关于调查一个新闻事件的 方法和表达方式 这个方法和表达方式 我觉得是从科学逻辑里来的 就比如说 你像我们学新闻就讲 第一手素材 第二手素材 消息出处 这是 这个你 这是你直接见到了吗 这是第一手的 转述的 你要注明 它是转述的 假说 你要说明 它是假说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没有证据证明 它有罪 你之前必须假定它无罪 其实这些 我觉得跟科学的精神 很有关系 虽然是用在了我们报道真相上面 但是你注意到没有 很多容易迷惑于真相的人 他就是没有掌握一些特别基本的 就是说这个事情 你看现在在我的脑子里 其实对大部分的事情 包括你们所讲的 我也不敢百分之百 我只是说 我知道很有可能是这样 但究竟是不是这样 恐怕连你们都不敢 连科学家都不敢保证的事情 我呢 只能说概率比较大 天文学家尤其不能跟你保证 因为天文学家都是看 从来没去摸过 因为天文学家 天文学家就是摸不着啊 能看见你 你只能看见 很辛苦的才看见 对啊 对啊 所以天文学家给你保证的东西 你要保持谨慎 你看 把自己说的 把自己说的 当然我们也有我们求证的方法 我就说 就是有的 什么叫眼见为实 对吧 眼见为实 有时候眼见也不见得为实 有时候 比如说做实验 我们说天文的实验 和物理的实验 化学的实验 是真的有本质的区别 你们要观测 不叫实验 对 比如说我们实验室天体物理 做什么呢 在那高温模拟宇宙空间的 高温高压的情况 那种实际上 你还是没有摸着 因为可能你漏了一个什么 对啊 有很多因素 极端的物理条件 在地球上 你千万万度 你拿什么东西装它呀 就是你做出来 就实验室做出来的状态 跟自然里头也有区别 那你们天文学家 对于这个人类的命运看法 跟我们会有什么差异吗 经常看星星的人 比如说新距离 新外星人 反正我个人 就从来就是把这个 就是跟外星人的接触 发现交流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人类 整个人类 的一个终极科学目标 就那一个 不是之一 原因解决了这个问题 是解决了很多很多问题 但这个东西 现在是 非常困难 比如说里头 里头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你比如说 星际穿越 你要到那去 对不对 所以说 有的人说 外星人来过地球 没有 然后还找出很多证据 什么美国那些 各种阴谋论 对不对 美国什么空港16区 什么 就类似这样 五十一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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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诸如此类的这种 这种 还有UFO 这种东西 就按照我们天文学家看来 我们以前也聊过这样的东西 就是那个概率 非常非常低 就现在我们 为什么指望那个 James Weibo 去做这件事情 就是他能够 就遥远的地方 去看这种信号 那些信号 比如说一个 比如说一亿光年以外的 一个东西 这很普通的一个星际距离 一亿光年 对吧 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是一亿年之前的事情 就他发生那件事情 过了一亿年以后 我们看到他了 你如果要去跟他交流 至少 你怎么在交流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一种现实困难 所以说为什么 我说如果人类能够 真的能够证实外星人的存在 而且能够交流上 这个是解决了特别多的问题 那么难 起源上的一些问题 你认为 交流不可能 但是发现还是有可能的 发现是有可能的 发现也是很难的 另外就是不光是 因为外星人是一个事 还有一个地外生命的事 因为我们现在地外生命 还是发现 但是地外生命是一个 比较 就是应该说 大概率会在 很短的时间里面会发现的 就我们的太阳系 其他的行星 或者其他行星 在卫星上 我们发现地外生命的 前一阵 日本传来的消息 不就是说在 哪个星星 有一个小星星 龙宫小星 它带过来的 它把物质给撞回来了 对 它龙宫的土壤 还是什么 说是史无前例 在这个地外的行星上 发现了氨基酸 好像还不是一种 二十多种氨基酸 氨基酸 其实你 如果非要跟生命 联系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也不一定 那么很直接 其实宇宙空间当中 有很多分子 比如说 就是宇宙空间当中 宇宙还不是星体上 比如像氨分子 像 很多 氨基酸 氨基一类的东西 然后 因为那种东西 已经非常接近 这个 所谓氨基酸 不是也就是那些 对 碳氢吧 这些加上点氮啊 这种 这种组成的一个分子结构嘛 对 我记得我 前来参加过一个工作 就是叫做 用这个 青海站的 那个 设备 去找这个宇宙当中的 有机分子 好多年以前了 所以有机分子 就很接近 就是所谓有机嘛 有机这件事情 就跟生命 就可能构成生命 就已经开始 就是产生联系了 所以原则上就是 就不用地球 这样的条件 因为即便是在地球上 在马尼亚拉海沟的火山 就是熔岩口边上 都还有 就是大型的生命存在 对吧 像那种虾呀 像那种 吃硫磺的 对 所以你 其实生命存在 它需要那么 那么特殊的环境 其实不见得 但是智慧生命这件事情 就是中期追求的目标 就是我们人类 是不是孤独的 对吧 这个是一个 就是特别困难的一个问题 最后证明 不孤独的时候 人家要把我们灭了 也是有可能的 很有可能的 因为这个 这是一个社会 有点像社会学的这个东西 你想把我们四个人在一起 可能就产生争论 然后几百万人就是一个城市 那里头打架斗殴就来了 在扩大地球上 战争都发生了多少次了 就是这种东西 但是天体物理学家必须要去寻找 刚才你说 那个look up 那个就是向上看 这个字本身就含有寻觅的意思 对 就是我们往上看就是在寻觅 这是你的本能 你的工作就是要找到 这个找到是不是货不知道 对 你想这样 就是说 未来发现外星人在哪这件事呢 它是有可能的 比如通过天文观测 不管是射电望远镜观测 还是光线望远镜观测 比如发色的如果足够强悍 或者是比如说外星人那边 真的干起来了 就是行星级的这种开链 我们光线望远镜 也有可能观测到一些期望 而且现在 其实到目前为止 打起来了 就是他会有些 观虎斗是吧 对 目前的观测 其实也会有一些比较好玩的 就刚开始觉得 不知道什么东西的 那个一些现象 但是呢 就是说 真正的这种 面对面的接触 实际上我认为啊 这可能性基本上是零 就是这其实是一个 特别特别不可能的事 这是反过来说 就是说你要考虑我们 地球人 比如按照我们的科技水平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是绝对不可能 离开太阳系 到任何一个周围的恒星去 我们根本就做不到 就是目前的 其实人走的最远 只走到月亮上 月亮上拿光速走 就一秒钟多一点 就是我们地球人 离开地球走了 最多最多 走了一点几光秒 不到两光秒 然后我们的探测器 已经走了四十多年了 那个旅行者一号 现在前一段 他们因为老说 飞出太阳系 那都瞎扯的 旅行者一号 要离开太阳系 是一个上万年的事 他现在走了四十多年 才走了太阳系的 大概五百分之一 那么长 不都说出去了吗 不 出去一个边界 搁在哪儿的问题 那他绝不是 你怎么定义的 他只走了 他只走了 如果拿光速笔 还没走到一光天 就没走到一光日 大概以光速走 大概走了二十个小时左右 走了四十年 你注意 我们离我们最近的恒星 是四光年 他连一天都没走到 你想想 我们太阳系的边界 你最简单的说 离我们最近的恒星 中间开始 这边算我们的 那边算他的 那我太阳系 至少是一个两光年的 一个范围 对不对 差不多 所以得是一个 就是十万天文单位的 一个量级 所以就人类 地球人的科技水平 按照我们目的 我们打死也不可能 离开太阳系 所以你就想 现在的科技水平 对 现在可以 如果真的外星人 现在到这来 咱这聊天外星人过来了 第一假设 他一般来讲 他不是太阳系里面 其他行星什么 这不可能 我们一般认为 肯定是来自 别的恒星周围的 西外行星的 那你就想 就他的科技水平 肯定远远超出 我们的想象 是我们绝对 想象不出来的水平 所以也就是说 降位打击的水平 所以在这种水平上 其实像以前 老说霍金说 别跟人联系什么 大家怕 其实人家早就超越了 跟我们这帮人 去争夺资源的 这个阶段了 这不可能的事 对不对 如果还跟我们一样 还琢磨 还要靠着地球 或者拿点质量 什么弄成什么东西 咱们跟外星人之间 还是小市民意识 比较重视 能到地球的外星人 他已经远远超出 我们的这种文明的程度 科技水平的程度 还跟我们抢肉吃 所以人家肯定不在乎 所以人家其实也没有必要来 就是你这么想 但是也有 你按科幻的角度 他还有别的原因来 但是总体来讲 我作为一种科幻 总是可以自由的 第一直觉 其实他没有必要到地球来 到这来有什么意义 小阿姨 那种性质的你知道吗 对对对 说起来真是 我觉得还是 真是望上看 我们像个原子一样渺小 但是我们靠着我们向内看 我们的脑内宇宙 甚至比这个上边的宇宙都不简单 我们只有靠着我们这个小宇宙 人是太复杂 不断仰望星空 仰望的结果呢 是这事太难了 太烧脑了 还是研究研究怎么睡好觉吧 是吧 对对对 38年来关注人类健康睡眠的喜临门 提出睡好人生八种觉 只为给你深度好睡眠 谢谢 谢谢 来来 掌了不少科学知识 谢谢 谢谢 两次吧 八百六三 叫做JWST 我们叫宇宙学红移 买重新 复脸变换 干嘛光子出来 波上更短 鸡鸡盘里的东西 泡泡宇宙 搅动量 三根毛 对不对 年轻辩 池場是偶急的 它也没有仇弹体质 嗯 适时 benefic 适时 使用 手 捩 关键 有二点几个开门单位的 而尼诺 爱尼娜这样的现象 快速就联网了 本节目有给你深度好睡眠的喜临门床垫 独家冠名播出 本节目有北欧豪华旗舰型轿车 沃尔沃S90联合赞助播出 本节目有中国特香型白酒开创者 斯特东方韵特约播出 你的热爱正在热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